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如果说第一次考不上 你还想考 你还可以考第二次 第二点也没关系 第二点就是如果说 时代经过自己全力 不奋斗以后 这个目标达不到 也要学会就是 去寻找新的目标 就是说话说的 不能在一根树上掉死了 我自己生活中间的经历 告诉我这两个方法都是对的 第一个就是尽肯努力 比如说我高考考了三年 就来考上了 但是呢 努力了考上了 我初步联系了三年半 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每个美国大学我都联系了 但是美国大学就是不要忘 不给我钱回敬 所以我后来就自己绝望了 当时我连徐小朋友 是这样的人都出国了 但是我就是出不了了 那么 那么这个 但是呢 后来我发现 诶 两人发明了一生 因为没有出成果实 一开始他平均办事 一年有的新冬 那去年新冬 还在美国纽约证件教育上市了 我们号称要拿美国人的钱 办中国人的教育 同时还要虚弱 美国人的经济实力 那么 那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要一个良好的心态 什么叫良好的心态呢 我觉得那是 我个人的感觉是两种 因为我们生活中 不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 从失败到失落到失恋到痛苦到绝望 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 实际上都是上帝给你们恩惠 或者包括给我的恩惠 因为我生活中有个无数的失败 也有多生过好多病 比如说肝炎啊 腌肌口都得过 但是呢 现在很小 我觉得人生只要不得绝症 从精神上是没有绝境的 就是 那么 什么 什么比喻的 我也有比喻 比如说 你想要追求某一个人 你喜欢这个人 你一辈子不告诉他 你说他能知道你喜欢他吗 你苦的是你自己 对不对 你只好是去告诉他 你爱他 去追求他 最后几次没有追求成功 你也有所收获 什么有所收获呢 第一 至少让对方认识 知道你是真正的爱情他的 为未来的生活 可以打下伏笔 知道吗 我在大学 最后的女孩子 都没有一个答应我的 今天他们都很后悔 知道吗 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伏笔 知道吗 这个 这个第二 就是要有 因为你一个人自说自话 在心里想会 你富于成功去追求 这完全是两个境界 你敢于去追求 就有了追求的勇气 大家 像大家为你这么考验 为什么还要建议考验 那就是追求的勇气 知道吗 那么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 如果说时代追不上 要有放弦的大路 因为你追求的那个东西 在你心中意是尽善尽美的 但是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属于你的 因为在你心中心态见美的人 最后你放弃了 你有了放弃的大路 并且学会了这个世界很多好东西 不属于你 真正的好东西 可能在未来 属于你的 在后来 还要自己去寻找 我觉得这都是成就 结果我自己养职的一个心态 我在大学是一个失败者 在大学毕业 我为什么慢慢的 觉得做事情比较顺利了 就是因为 我碰到的东西 要把它看得起 做对我的好处 而不是对我的坏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心态呢 就是在生活中间 不要在乎我人生的小事 这个也是我反复 做梦出来的一个感觉 对你账户别人对你的评价 说你漂亮 说你不漂亮 说你有些 说你没钱 你的社会地位 半年第一名 还最后一名 对你生命价值 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说你的法性很难看 我一天 第二天换了个法性过来 让我说我跟人看 你还看一个月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的生命的价值 本身不因为别人的评价 而身高或者是降低 而是因为你自己的 不断的成就 才能身高或降低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生命关系很多朋友 我发现它的一个 最基本的诀窍 并不是说 你本身有多么的优秀 而是说你对别人 有多少好 决定的你有多少朋友 但是还是你认识的 除非你不认识的学生 还是你认识的 静谈的都给他们好 这样的话别人就会喜欢你 那么你就生你的路 别人就会给你烂录 你要做事情 就知道了 或者说跟你一起做事情 比如说像徐二斌老师 我要得罪了 他这辈子肯定没耗过 我支持人家 那么徐二斌老师 又要在大学的就是好朋友 那我们两个一起 共同在大学的时候 就谈一场 谈事业 然后徐老师出国了 我们要出国 但是后来 我在中国干了一个新东方 倒是干的很小 我到外去 讲徐二斌老师就提供了 然后一起回来 这就是朋友在一起的好处 知道了 所以怎么有朋友 会很孤单 那么下面呢 我就把话都递给徐二斌老师 徐二斌老师呢 在北上呢 就是 就当作我的老师 他当时在北上叫新闻乐视 那么徐二斌老师 徐老师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两个方面对我影响不大 一个是他的思想火化 和创新意识 新东方的很多点子 都徐老师说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是徐老师 花人的个性 现在为止 还像只老兔子 羊破了空去啊 那么徐老师呢 这个本科呢 在北上学的音乐 和国外学职业的音乐 所以求来给大家带来 为我 还可以带来带来的歌声 又是他思想的歌声 来挑战大家的性命机械 大家好 这个谢谢大家 欢迎来带来的 我是徐老师 这个 在新闻 大家都喊我小米粉色的 我在新闻做咨询 这个写过很多 留学啊 考研啊 这方面的书 和文章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另外这个 我的第二职业呢 还是文宣传 你知道吗 这个新闻话经常对媒体啊 定常这个组织团会 那种 无耻的宣传性 那么自信呢 展示自己的脚尖的身材啊 这个因为 呃 无耻自信 大胆表演 人们又喊我 富龙叔叔 再生大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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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家都能考验啊 应该在大学才21岁 是这个 我是22岁才上大学的 嗯 22岁上大学呢 这个 这个 并不是因为我这个 呃 叫做弱智 也不是因为我堕落 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后来我 到了北大 又认识了余老师 知道余老师 也是21岁上大学的名字 好吧 这个令我开心的时候 发现余老师 21岁上大学 绝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哈哈哈哈 哎 还是有点其他的什么 也不错啊 这个 我83年到了北大 83到87到北大五年 这个 和 这个 分配到那儿去搞 我的梦想 是从事大学生的这个 呃 校园文化工作 一到北大呢 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我担任北大团队文化部长 主管北大艺术团 当时那个 呃 王强老师 是这个北大艺术团团长 你知道 直接归我管 然后呢 这个王强老师呢 作为艺术团团长 还有直接管转余老师 因为余老师是当时 北大艺术团的观众 你知道吗 当然是最著名的观众 我们的时候就能在一起玩 聊天你知道 谈理想 谈人生 谈哲学 谈这个历史 谈东西文化 这个也谈游戏 谈爱情 当然余老师以外 我们就不谈爱情啊 我们只谈失恋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因为老师大艺术团团 就这样聊着聊着 产了一辈子的朋友 也成为了一辈子的事 所以同学们这个要考研 对吧 这个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 要考的东西 要奋斗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人生 除了学习以外 学历学位以外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游戏 比如说爱情 比如说这个个人的重要数据 心理能力 这些东西呢 这个帮忙 那更加重要 就比如说新东方职业 跟老门一起创建新东方 确实是在北大时期 接下来友谊的果实 成了一身事业的支柱 可见友谊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爱情这样的东西 当然我跟郁老师之间 从来没有 爱情的火花 我们有友谊的地业 没有爱情的火花 如果有就麻烦了 这个 但是呢 对于同学们来说 有时候 一个客户民进的爱 第一段这个 要到共同度过人生风云 这个可能是 比考研 比中国更加重要 因为after all 无论什么人 生命的最终极的目标 是幸福 是内心的平衡 那么我们在追求的 人生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要这个 balance我们的这个追求 balance我们的生命 发展的各个 那个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目标 我当年到了五年以后 就去美国了 在美国这个 沃西顿D.C.读书 当时在起伏P.H.D. 因为这个 一到美国以后 我遇到了人生 最大的选择和挑战 因为什么呢 我出去突然发现 这个 我是奔奖 到了美国 我才发现金钱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钱 我就没有富 如果没有富 我就会打碗 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所以说 life money is life 我第一次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money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 后来成了我做咨询的 一些人生经历的基础 有过学生经历的感受 所以说上一天后 晚上还要去打工 你知道吗 打工是干嘛呢 就是在中餐馆 洗碗插桌子 找手柄 然后第二天 再去读书 再去打工 即使在那个黑暗隧队里面 像我在北大的这些朋友 依然是我的精神支柱 洗碗洗碗 洗着洗着 我就想到李老师 我就想 这个 you know 我在国外洗碗 是八卦 是惨啊 但是毕竟是在美国洗 对吧 李老师也在洗 确实在中国洗 你知道吗